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我是今次發起 今次遊行的發起人 我在網上叫金金大師 那 今天 我其實想 發起這個遊行 就是為了 為了告訴 一些未醒的香港人 大家的本土意識 是要騷醒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就會被 內地人溝淡 他們每天下來 做的這些方法 就是想用殖民政策 將我們本身香港人 溝淡 然後就將我們 香港人消滅 所以我很希望 今天出來的本土的 公盟能夠 將這些意識一路 擴展 帶出去 如果不是 我們做什麼都沒有用 大家不要再做 建盤戰士 是要出來 站出來 自由行 驅行了這麼多年 大家都看得到 究竟對於我們 香港來講 一開始可能對經濟 是有莫大的好處 但是跟著之後 發生什麼事 我自己住在北區的 我自己每天見到的人 就是那批人 那批黃蟲每天 那次的行李在那托來托去 之前有報導 說在這個叫做 Times Square 一分十分鐘 有二十七個行李滾過 我和你們大家講 你在上水火車站 一分鐘都有六十個行李滾過 香港的遊行 是想和一些 本土的朋友 熱愛本土的 香港人講 搞遊行 不是一定要跟民陣 搞遊行 不是一定要跟政黨 搞集會 都不是一定要跟他們 以我一個 直直無名的 本土香港人 我這次 搞一個 反赤化 反殖民的遊行 都可以 有接近二百人出來 就是證明 這些聲音 是應該還有很多的 是很希望 每一位熱愛香港的 香港市民 不要再給一個 他們覺得的普世價值 他們所謂的主流意見 去扼殺 發言的空間 所以 為什麼我會在這 邀請上發言的朋友出來發言 就是這樣 如果現在大家再不出聲 將來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對 大家的下一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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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想在這裏 我再講講 我這次 發起這個 遊行的那七點數 第一點 是要求政府 收回單程證的審批權 我再重申 現在下來的那些 不是叫移民 是叫殖民 因為移民權 因為這個審批權 不在我們香港政府 任何全世界一個地方 移民是當地政府去決定的 我們政府 都有移民的審批權 為什麼有些外國朋友 下來香港想居住 要經過入境處審批 那為什麼這一班大陸人 只不過是由中央審批就可以 那這一批 是不是叫新移民 這一批是一批叫殖民 另外第二點 是要求政府 真的要正視這個 雙飛和單飛的問題 大家要看到 雙飛和單飛的兒童 到來香港 是直接影響著 我們香港的兒童的學位 甚至去到我們香港 本土人的福利 雖然有部分的包外人士 人數是很少 但是有一些大陸人 是透過這些 這些這樣的法律 去做一個叫做什麼 去做這個騙飯吃 而我亦都相信 我們這個香港的社會福利署那邊 他們是一個很嚴謹的審批 那大家就試問一下 如果我們香港政府 將一些 就是一類的這班人 去將一些福利的政策收緊 變相是不是 令到我們本地的香港人 真是有需要的本土香港人 想申請福利都是艱難 為什麼我們要為了這一班人 去收緊我們的福利政策 另外第三點 就是拒絕這個內地香港人 下來產子 不應該再下來 因為剛才也有朋友說過 他們下來有很多走數 如果他是網上走數 他真是麻煩了 前面移民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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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根據《基本法》的條文去看 我自己本身是尊重法官的這個裁決 但是很明顯《基本法》確實是有一些漏洞 如果變相是真是為了這班人去釋法也好 或者去令到一些叫做政策上的收緊的口 我覺得損失的都是我們自己本土的香港人 第五點 收緊自由行的人數 自由行當初推出的時候 正如我之前所說 確實是有對香港的經濟帶來好處 但是現在看看自由行下來香港做些甚麼 第六點 取消一簽多行 一簽多行這件事 我跟大家說 我自己住在北區的又再重申 我見到拿著一簽多行下來的人 是做走水貨的 而我們香港的政府就黑了眼 林鄭月娥說有收斂 我很想再在這裏重申一次邀請林鄭月娥 和梁振英下來北區 我給一個私人道上團去看 水貨在哪裏分貨 我帶他一次去走 和他想賺水腳的 給他帶兩本奶粉上去 去深圳那裏賺50萬元 賺不到我給 好 最後一點 亦都是任何一個地區 任何一個學家 本土人 是應該要去捍衛 要去爭取的東西 就是當地的政府一定要落實一些 捍衛本土優先的政策 這個是保障我們自己本土人的利益 亦都很希望這些東西 是大家可以把這些消息一路發放出去 令到多些香港人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的 謝謝各位